今天是中国十一国庆 不过昨天美国一天之内 就有五架军机飞越南海 挑衅意味非常浓厚 二日前中印关系紧张 今年中国国庆 印度只有一家主流媒体堪文祝贺 同时全国人权组织 今天也在各地 针对中国侵犯人权的行径 进行抗议 综合自由时报跟三逆新闻报导 根据南海战略泰式感知计划平台 在推特发布的照片显示 美军9月30号派出五架军机飞逝南海 其中包括四架美国空军 KCE35空中加油机 以及一架美国海军 PVA反潜侦察机 由于正值中共十一国庆前夕 也挑起外界敏感神经 推测是美方给予中共的一计下马威 此外报导指出 以往十一国庆 中国驻印度大使馆都会投资大笔资金 在印度各大媒体刊登庆贺十一的广告 不过今年受到中印边境紧张局势的影响 印度主流媒体只有印度人报刊登整半的祝贺广告 大多数的印度媒体考虑到中印边境冲突 跟民间的气氛 因此没有接受中国资金 法广也指出 中国近期受到国际社会大加踏伐 从隐匿武汉肺炎疫情 到新疆集中营 香港国安法 打压西藏以及蒙古的宗教文化跟母语 以及近期对台湾的武力挑衅 都让国际高度关注 十一国庆这一天 全球的人权组织纷纷动员起来 在柏林、慕尼黑、伦敦、巴黎、纽约、新德利 等许多城市跟地区 展开抗议示威 反对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行为 不过尽管国际纷纷踏伐中国 但是中共最大的两个好伙伴朝鲜 以及俄罗斯依旧送上祝福 俄罗斯通讯社指出 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送贺电 并且表示俄罗斯高度重视 跟中国的伙伴关系以及战略合作 有意进一步发展双边对话 以及在不同领域展开成果合作 而在朝鲜的部分 联合早报引述朝鲜中央日报的消息 朝鲜劳动党委员长 国务委员委员长金正恩在贺电之中表示 他愿意跟习近平一起 为了不断巩固跟发展朝鲜和中国的友谊 做出积极努力 在维护跟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道路之上 朝鲜将会跟中国同行 同时金正恩也批评敌对势力 对中国变本加厉的抹黑打压 但却无法动摇中国人民 对习近平跟中共的信赖 无法否定中国社会主义取得的成果 也无法阻止中国人民坚定不一 选择自己的道路 分析认为金正恩这番话 主要是针对中美矛盾而做出的表态 10月1号为中共国庆 但是对香港人来说 这天却是国商日 一年前的10月1号 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发酵 民众在各区发起国商日游行活动 而当天一颗子弹穿透一个中学生的身体 烙印在每个香港人的心中 这是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中共之后 第一次有警务人员向示威者开真枪 而今年10月1号 香港经历国歌法跟国安法的洗礼 人权自由更加紧缩 综合媒体报导 香港各区今天发起许多集会游行 中联办外面一早就已经驾起巨马 水炮车跟瑞庄五甲车在周围戒备 大批的防暴援警 中午也进驻铜锣湾街区 在重光摆或到摆的新街街道跟十支入口进行拦截 只要年轻人经过都会被拦下来检查身份证跟携带物品 并且热令在附近的民众离开 还有港警携带长枪十分戒备 到了下午1点左右 港警更是在铜锣湾东角道寄出拦期 命令民众赶紧离开 并且以承戴封锁线限制 记者只能在特定区域之内活动 而4点左右陆续有人高喊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 还有一名男子吹咒愿荣光归香港 现场的人也一同高歌 港警于是再度举起燃起警告 消息人士透露 港警已经部署6000名防暴警察高度戒备 同时各区的警力也加派人受巡逻 严防野猫式的冲击 港警也在脸书表示 截至下午6点左右 一共有69个人被捕 其中包括两名区议员 涉嫌在铜锣湾区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 而因为香港国安法遭到通缉 目前流亡英国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 罗冠聪在脸书表示 今年中秋节碰巧是中共国庆的日子 就像是历史荒谬开了一个王校 原本应该是歌舞升平高聚团聚的日子 却因为中共暴政 无数家庭遭到驱离 罗冠聪跟引述去年香港在中共国庆喊出的口号 没有国庆只有国伤 期盼香港总有一天可以光复 港府今天举行 中共成立71周年国庆升旗典礼及酒会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也出席酒会演说 她不停地称赞中共 并且自豪国安法让香港恢复和平稳定 而面对美国的制裁林郑回呛表示 港府官员无畏无惧 并且强调会坚持维护国家安全 综合媒体报导 林郑表示在这次的疫情可以看出中国对香港的付出 也强调中国不断关注香港疫情的发展 吹捧直呼北京是香港的避风港 为香港注入了强心计 始终是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坚强后盾 林郑还表示香港国安法实行三个月以来 恢复香港平稳是个不争的事实 而对于外国的制裁林郑回呛表示 无论双标的外国政府做出多少武力制控 做出多少粗暴制裁 她都无所畏惧 将会坚定维护国家安全 而此外香港当局今天公布本年度授勋 以及嘉奖名单 人数多达687个人 创下历史新高 香港警察更因为镇压反修例运动示威有功 成为今年的最大赢家 多达94名现役以及退役的港务处人员 获得港府论功行赏 其中包括将反修例运动定义为暴动的 香港前警务处处长卢伟聪 以及反修例运动期间 负责在记者会上回答问题的谢正中 主持记者会的高正邦 还有称呼示威者为蟑螂的警察员佐级协会主席林志伟 带队搜捕依传媒大楼的国安处高级警司李贵华 涉嫌违规前建住处的助理处长陶回忍能 而去年选拒失利的建制派之中 也有11个人获奖 被网友嘲讽根本是安慰奖 而艺人陈百祥也是一个唯一获得授权的艺人 他在反修例运动期间多次发表替香港警察的言论 港府加许他促进社会和谐跟沟通的良好榜样 是新一代演艺人员的典范 对此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徐志峰痛批 这根本是污辱跟挑衅香港人 批评授勋制度已经沦为集权暴政之下 围如取暖的把戏 纯粹是一个政治分赃 此外报导指出香港李庸大学先前成为反修例示威之中的一大据点 曾经爆发严重的警民冲突 而今天上午李大为了中共国庆举办升旗典礼 并且禁止媒体进入 此举引发舆论不满 只一是向中共效忠 今天是中共十一国庆 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 9月30号出席烈士纪念日活动 纪念中共建国的人民英雄 却被发现在默哀的时候猛扎眼睛 似乎是努力要挤出眼泪 而在他后方一名与会人士 还不停地把玩手上祭祀用的菊花 综合媒体报道 根据中国官媒央视 10月1号是中共的国庆日 而9月30号是中共的烈士纪念日 习近平在今年9月30号 率领李克强、栗战书、汪洋、黄沪宁、赵热记、韩正、王岐山等中共大官 以及人民解放军各级将领前往天安门 并且向帮助中共建国的人民英雄们致敬 乍看之下整场仪式非常的庄严肃目 不过在身肩肆移的北京市委书记蔡奇高喊默哀之后 习近平跟众人们一起把头低下 中国官媒央视对习近平的脸部进行特写 却看见在镜头面前的习近平猛扎眼睛 似乎努力想要挤出眼泪但并没有成功 而这个画面不禁让人想要为习近平献唱预曲 我想哭但是哭不出来 而在画面之中 俊男还有人不停地把玩手上祭祀用的菊花 丝毫没有旨意的感觉 也意外成为镜头焦点 仪式进入尾声之后 习近平迈步向前 还仔细争议了花蓝的断带 而央视则是开始对习近平一连串的赞美 艺人欧阳娜娜与歌手张绍涵 昨天晚间在中共官媒播出的 十一晚会特别节目之中演唱中共宣传歌曲 这起事件在台湾引发许多争议 不过两个人除了演唱之外 全程都没有发言 而欧阳娜娜的特写镜头更只有短短七秒 综合媒体报导 中国央视昨天晚间八点播出预录的 中共见证七十一周年特别节目 欧阳娜娜被排在第四组登场 全身喜气的酒红色礼服 跟香港艺人任达华慧英红 澳门艺人麦嘉欣 以及中国大陆的艺人童谣马龙杜江 一起高唱《我的祖国》 表演将近三分多钟的时间里面 他的特写镜头似乎只有短短七秒 就连歌声也是用对嘴的方式来呈现 而接着张绍涵穿着蓝色礼服在第五个表演登场 并且跟另外三名中港澳艺人合唱 中国抗域宣传歌曲守护 跟欧阳娜娜相比之下 张绍涵的特写镜头似乎多了不少 不过虽然唱的是抗议宣传歌曲 但歌词里面依旧带有浓厚的中国味 有媒体分析在许多大咖艺人的环绕之下 欧阳娜娜之所以可以登场 恐怕是央视为了塑造台湾00后对中国统一的认同 同时也为了让这两组表演 可以顺利凑到来自中国、香港、澳门、台湾等地的艺人 塑造出中国大团圆、大统一的氛围 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今天因为系统异常 停止全天所有股票交易 东京证券交易所社长也在下午出面召开记者会致歉 并且表示正在尽力抢救 让明天可以顺利回复交易 综合媒体报导 日本东京证券所今天上午9点开市之前 发生系统大当机 造成所有个股暂停交易 而东京证券所也在中午的时候宣布 今天交易全天暂停 而造成大当机的主因 竟然是因为无法备份 东京证券所目前正在紧急修复系统 但是还不知道系统何时可以回复正常 负责开发股票买卖系统的 日本富士通公司表示 合计大概会有3700间上市公司受到影响 东京证券所社长下午4点半左右 也出面举行记者会向社会打众致歉 并且表示将会尽力为明天可以正常交易进行准备 他表示上午7点左右交易系统装置发生故障的同时 票价资讯传送业务以及买卖监视业务也发生异常 因此无法正确传递股票资讯 他表示如果重新启动系统 可能会想象会对投资者以及市场参与者形成困难 所以最后决定终止交易 目前日本金融机构已经介入调查 而日本官房长官贾腾盛兴也强调 必须确保类似情况不再发生 而受到东京证交所的影响 明古屋证交所 福岗证交所以及杂晃证交所的交易也全面暂停 另一方面主要从事起货交易的大阪证交所 则照常营业 而目前这是日古25年以来第一次遇到的最大惨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